好 到了我们第八小节 数字处理的一个工具类的使用 在说这个数字处理工具类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种场景 比如说你有一个A和B两个整数 而且这两个整数呢 特别特别大 那你在做运算的时候 我们说它会发生什么情况 会溢出 就是加起来以后 你就整数再存不下了 那这个值就会变成 你不可预知的一个值出来 那么乘除呢 那可能会更加的 除可能会好点 除因为越来越小 乘的话就越乘越大 那可能就装不下了 那加法当中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叫 B个Integer这样一个类 这个类叫大整数 Integer嘛 大整数 可以让超出Integer范围内的数呢 进行计算 进行运算是吧 比如说它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常用的构造方法 那就是通过一个字符串的方式来表示这个数字 是吧 再转换 转换成这个B个Integer这个类型 是吧 然后呢 采用的方法 加减乘除 加减乘除 然后这个是取模 取模和除 两个一块 是吧 两个一块返回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这是大整数运算 我们首先先得来两个大数是吧 对 Value 1 我们叫做随便来一下 这够大了 然后呢 再来一个Value 2 然后呢 也录两下 是吧 录两下 OK 这个呢 这样吧 我们这个变这个让它大一点 大一点 OK 好 这两个大整数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进行计算 是吧 对 B个Integer 我们叫做B 另一个B个Integer 大写的哈 Integer 好 我们Value 1是吗 Value 1 这个B是 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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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导包 是吧 然后呢 来一个 Ctrl Alt 下箭头 B2 B2 是吧 B2 然后这是 Value 2 这个写 1 写1 好 这两个数 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输出一下 输出一下 我直接输出了 B1 我们要去加的话 就是调add的方法 然后呢 B2 是吧 对 B2 这是加法 加法运算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值 周宁 你看 加出来这个值就是 这么大 8加4就是进12 是吧 进12 应该是对的 是吧 应该是对的 然后最后是4加7加7 是最后4 对吧 也是对的 OK 这是加法运算 然后呢 B1 我们减法 我们减法 substract B2 是吧 B2 这是减法运算 然后我们一块写了吧 这是B1 如果是乘的话是 Mate Mate 是吧 Mate 然后是B2 这是乘法运算 然后呢 还有B1点除就是DIV是吧 DIV我们经常缩写 然后呢 是B2 对不对 对 这是除法运算 还有一个取摩运算是吧 对 也有啊 取摩运算叫做 Remender 是吧 B2 B2 然后这是取摩运算 写进去 写到里边去了 取摩运算 好 我们来输出一下结果 这就是结果 这是对的吧 加减 加减 乘 除 取 是吧 对 加减乘除取 OK 这是大数据的这个 计算 当然还有一个 它是除跟取 是一起的 是吧 一起的 那这个方法叫做 B1点 And Remender Remender 是吧 OK 这是两个一起 这是除 And 取 它会返回一个什么 数组 对 返回一个数组 那数组的话 我们不能直接打印 打印出来 肯定是 是那个猪串的方式 是吧 那我就Alase.tos.g 一下 对吧 Alase.tos.g 这样就我两个一块 打出来测试一下 好 走 手里 是跟这上面两个字 是一样的 对 上面两个字 是一样的 那就是 那就是对的 那就是对的 OK 好 这是 Big Big Integer的一个使用 简单使用 那么这是整数的 这个大范围的 这个运算 当然还有一个叫 Big Decimal Big Decimal 就是计算 小数的 因为我们对应的是有Float和Double 是吧 对 Double是八个字节 当然也有可能 在计算的时候 它俩会非常容易丢失精度 是吧 对 丢失精度 OK 那为了保证这个精度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B个Decimal 这个类呢 来去计算 同样它有加减乘除 是吧 对 加减乘除 好 那我们还是用上面这两个数吧 可以吧 这两个是整数 对 这两个是整数 我们加个点 加个点 上面不行 是吧 那我们叫Value3 是不是 来两下 撸两下 大的 是吧 来两个大的 OK 然后再Value4等于 这太大了 点600多 是不是 OK 这两个数 好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 B个Decimal 然后呢 这叫B1 不是都B1了 咱们有B1了 是吧 B3 B3啊 另一个 它 然后呢 也是Value3 是吧 Value3 OK 倒一下包 再往下走一个 B4是吧 对 来个B4 B4 这是Value4 是吧 Y6 好 那他俩的这个 加减乘除 一样的 一样的 方法应该是都差不多 B3 ADD 是吧 B4 对吧 3 4 再加三个 这个叫 这个叫Substract 是吧 Substract 减法 然后呢 这是 呃 成 成法 是吧 成法 OK B4 然后是除法 是吧 DIV 除法 对吧 对 OK 好 除法这里 等下要注意一下 会有问题啊 对 会有什么问题呢 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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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看这个 呃 上面打印出来的是 这个是 加法运算 这是 减 减 这是成法运算 最后一个是除法运算 出了错 是吗 对 除法运算出了错 我们看一下 呃 这里指的是 这个小数的 表达是不精确 是吧 对 只是说结果不精确的意思 对 结果 膨胀 对 是吧 结果膨胀的意思 那什么叫结果膨胀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个 Decimal 这个类的一个解释 类的一个解释 我们找到 这个除法 叫做 DIV DIV这个位置吧 嗯 好 呃 这个位置是吧 嗯 这个位置 你看 抛出的异常 就是这个 Arithmatic Exception 就是数学运算的错误 是吧 嗯 说返回一个B个Decimal 然后呢 如果是用除法的话呢 除法的话 其首选 标度为 Zs.scale 减去 这个值的scale 是吧 如果无法表示 准确的一个商值的话 准确的一个商值的话 因为它有无穷的实境制扩展 那就是除不进 那就是除不进的 对吧 除的没完没了 那它就会报一个什么 报一个异常 是吧 就会报一个异常出来 这个是指的是这样的 那它说 首选的标度为 是用它这个 相互相减什么 对 对不对 相减的话 那它有没有这个方法呀 我们看到的是 s 是吧 用标度的方式去减 是吧 这是另外一种这个算法除法的话 如果是除的有毛病的话 现在就是有毛病吧 对 对吧 有毛病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用B3的 用它的标度去减去B4的scale 是吧 B4的scale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 哦 我这一句可能有错误了吧 嗯 这句有错误 那就不能把这一句放过来了 是吧 放过来 哎 就等于 负3 负3减起来也是不对的 是吧 对 对不对 也是 你看 减出来是 呃 这是乘 除 除的负数 哎 除 差不多 嗯 对吧 除等于负3 除等于负3 呃 56 96 除以 他 这个就是等于负3的话 36 18 三个数 18 56 好像也不是很对啊 对 差不多 不是很对 就是返回这个标度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啊 标度 如果为0 或者是正数 则标度的小数位的后位 呃 如果标 标度呢 是小数点后的位数 则是它的位数 嗯 如果为负数 则该数的非标度值乘以10的负 scale 次秘 例如负3 标度指的是 是指非标度值乘以1000 乘以1000 就这么来一起算 嗯 嗯 但这个呢 算起来还是比较 嗯 稍微麻烦一点啊 稍微麻烦一点 OK 就除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就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他会除不进的问题啊 嗯 除不进的问题 OK 呃 那你就最好是有一个保留是吧 对 比如说保留一个小数位啊 或者怎么着的 是吧 如果除以67 我们除个进的函 诶 诶 67 67也不行啊 6 我们再走 6也不行不行 6可以 是吧 除以6是 OK 没问题 所以说 在除的时候呢 你就要 用这个tricast去 去解决这个 这个除不进的这个问题了 对 是吧 除不进的问题 OK 大数是个相储的话 相储的话 OK 那加减乘是没有问题的 加减乘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 OK 一个是做整数 一个是做小数 那这个整数值 我们再来 看一下 它是怎么存的呢 这么大数 它怎么进行运算的呢 怎么运算的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在这个b个 integer这个类里边 有一个叫做 MAG的一个 整形数组 整形数组 OK OK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值存在这个 里边的时候 它肯定也要存值 它肯定也是用 基本的数据 给它存 它用的是数组 是吧 用的是integer的数组 这样一个一个 把它拆分开 拆分开 这样去存储 是吧 这样去存储 这样的话 它就能存很大 很大的一个数了 是吧 当然它里面计算方式 还是比较复杂的 还是比较复杂的 OK 这是b个integer 简单 看一下 这是两个 这个工具类 大家未来会用到 这个大数据运算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 就会用到 这两个 类了 这两个类的一个使用 OK 下面这个 叫做 什么 在小数处理的时候 大数据上 是小数处理的时候 经常会涉及到 这个格式的问题 是吧 前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说保留两位小数 是吧 然后用那个什么 Mars里面的 launner是吧 launner去做处理的 这里呢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叫 Decimal Format 这个类 这个类呢 可以帮你最快速度 将数字格式化为 你想要的这个样子 比如说 你想取两位小数 是吧 取两位小数 OK 这是一个事例 这是一个事例 我们拿过来给大家看一眼 好吧 然后看一眼 比如说有个double值 这是派值 圆周率 是吧 圆周率 这样吧 我这个直接就 这是我测试的这个代码 测试的代码 我就直接拿过来用了 没什么好写的 我给它拿过来 但是这里有点毛病 我们倒一下包 是吧 倒一下包 这里面是 还有一个牛 是吧 还有一个牛 那PPT里面呢 我们也写的时候 粘在一起了 空格一下 OK 没问题 好 回过来 你看 这是圆周率 然后呢 如果我们要 这是取一位整数 是吗 取一位整数 你在这儿呢 你就 你就只要写一个0 就可以了 写一个0 这是一个符号 format一个符号 表示 我要取 零位小数 第零个位置 是吧 零个位置 就是零个位置 就是这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 我们的这个 模板一样 是吧 一个规则 一个规则 你写一个零 它就求一位 一位数 那么结果就是三 是吧 结果就是三 那如果你是取一位整数 和两位小数 那3.14的话 就是0.00就可以了 0.00再一个format 是吧 再format出来 你看一下format的方法 返回的是什么值 返回这个支付串 是吧 返回一个支付串 它把这个值呢format出来 你看这种 计算方式的话 要比我们之前那个longer 什么除以1000 再乘以1000 再run的以后 再计算 就简单一点 是吧 对 就比较简单一点 OK 第三个是取两位整数 和三位小数 是吧 三位小数 如果整数位不足的话呢 它会有怎么样 0来填补 0来填补 因为我们本身 这个3就是 只有一位嘛 那两位的话 就03是吧 03你就写上00点 0000就行了 是吧 这是取小数位的 这个方法 是不是很好用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以后大家取小数位 就用这个类了 Decimal 注意看这个类是在哪 是在这个叫text下面 text下面 这两个是在mass下面 这两个类 OK 这是不一样的 然后 这是一个格式 另一种方式的 一种格式 就是取所有整数部分 结果也是3是吧 结果3 或者你用这个 警号来表示 警号来表示 就我取里边的 一位整数 也可以 就变成结果就3 是吧 如果以百分比的方式 来去计算 计算小数位的话呢 你看 用这个 警号点 仅仅百分号 是吧 仅仅百分号 那我们就求出来 数呢 就是314.16 16 因为你这是往后百分比的乘以100是吧 乘以100 乘以100啊 12是吧 点1 为什么是那个呢 他会四捨五入 是吧 5 是往往往这个9 9进1 9进1是吧 9进1 所以是16是吧 所以是16 OK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果 这是对的 是吧 对 对的吧 OK 03 好 这个类的一个使用 我们来看一眼 API 这什么format是吧 这什么format 这是 里面有很多这个符号哈 很多符号比较紧 它比较代表整数位的意思是吧 整数位的意思 这个是有这个标号的 看到没 大家根据这个表来去 来去来去这个查哈 比如0呢 位置 然后是是阿罗伯数字是吧 这是数字啊 这个警号也是表示数字的意思 有点啊 杠啊 这些逗号啊 是吧 逗号啊 都都可以 比如说你要显示三位带逗号的是吧 带逗号的 也可以啊 这样去写 加个逗号 就分组呗 比如我们经常写那个钱 就三位 三个一组 三个一组 是吧 三个一组 这是大数据的时候 是吧 大数据的时候 这里没有举这个例子 是吧 比如说我来一个long 类型的 叫做 呃 值number 可以吧 可以 有number吗 这上面 没有number 好 可能一个比较大的数 看能不能存得下 可以是吧 嗯 这是太大了 OK 它又太大了 好 这么大的这个数 long类型 long类型 好 如果现在呢 我要输出一下 另一个 desmo desmo 然后里面是我们的这个 格式是吗 对 你看taten就是我的模式的意思 对吧 嗯 我的这个模式 那我这个模式呢 我想怎么写啊 比如三位 逗号 三位 是吧 嗯 来表示 然后呢 点 format 这个 number 是吧 点这个number 啊 0来表示 哪个 警号是吧 嗯 警号 三位 来一个 看一下 走 你看 也行 这个 警号也可以嘛 你看 三位 三位 是吧 你就给他一个模板 啊 给他一个模板 然后呢 他就可以把这个三位三位的用逗号的方式来进行 隔开 隔开 来进行表示 是吧 这是这种大数据的时候 进行 呃 表示的一种方式 啊 嗯 其他的方法的话呢 可能大家 在这查一下API 是吧 嗯 查一下API 那主要的这个用法呢 可能都是在这个数字的这样一种表示方式上 嗯 是吧 就给大家写的这几个例子上 OK 这是大数据处理的这个数字处理的这个工具类啊 嗯 就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介绍一下 然后呢 OK 然后呢 我们先到这儿 先到这儿 Sovi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